这两天包含了淡水北海岸 还有机动东北角及新竹外海 总共加起来出现了有四具的浮尸 检紧不排除这些死者 可能是来自南投或是高雄 八八水灾的罹难者 沿着溪流就冲到了出海口 漂流到了两百甚至四百公里外 海巡署人员和检方 相约在板桥殡仪馆 相演淡水外海发现的浮尸 因为不排除 他就是八八水灾的罹难者 那可能是大约八月八号落水的 所以可能 所以我们可能 认为可能是疑似南部的灾民 经由洋流方式漂流到我们淡水的外海 现在台湾海峡的洋流是黑潮之流 一路把南投积极落水的灾民 从着水溪口 随着洋流漂到台湾北边 再漂到东部的苏澳外海 靠着大腿和小腿的刺青 证实就是南投的叶杏城 北台湾陆续发现多具浮尸 现在都怀疑有可能是 八八水灾罹难者 淡水外海发现 这一名四十岁的女子 身高一百六十公分 身穿黑色短袖上衣 红色短裤 而基隆野柳外海发现的 一名年约五十岁的男性 身穿浅色的上衣 格子短裤 还戴着银色的手表 新竹外海也发现 一名四十岁男性遗体 身上供辨认的只有黑色的手表带 另外在瑞芳鼻头角则发现 一名女性 衣服都破了 但是手腕有伤痕 肚子上也有剖腹的疤痕 疑似是南投落水的张秀美 这些死者由于泡水浮肿 几乎认不出来 现在还得靠DNA检测 确认是否就是随着洋流 带上来的罹难者 中天新闻 肖志光 陈乃杰 台北报道